NAPLA 原本就是以头发保养建长的品牌 而这款专为头发设计的防晒喷雾 也充分展现该公司的香氛专长 具有媲美高级香水的淡雅芬芳 而且喷雾的质地非常轻盈 能像天然的雾气一样轻轻地包覆秀发 不粘,不腻且不会弄乱发型 而受到了评比原一致的好评 不仅如此,除了基本的防晒功能 它也具备相当不错的防水,抗摩擦能力 而且喷雾颜色接近透明,不显摆 直接用在肌肤上也没问题 再加上恰到好处的容器尺寸 想必能成为各种需求使用者的外出必备品 喷雾呈现些许的白皙色 虽叫色效果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 不过综合各项性能来看 作为防晒用途可说是无可挑剔 不仅能耐受水分与皮质 其喷雾颗粒的集中也非常高 且可从纸张测验中观察到 此款喷雾的痕迹形成一个非常饱满的圆 不需要另外涂抹就能有不错的防晒效果 而且喷雾的强度适中 直接喷于脸部也不会太过刺激眼鼻口 虽然刚喷完的时候有点黏黏的 但只要用手稍微抹开之后 便能马上恢复清爽的肤触感 无需等待干燥的配方 即便在忙碌的早晨也相当便利呢 虽然喷雾的气流非常强劲 但是喷上皮肤后的肤触感 却意外低温和舒适 因此让此款获得颇高的分数 加上其喷雾的颗粒细致且扩散欲强 因此能确实地覆盖并帮助每一寸肌肤防御子外线 当喷雾附着上肌肤后会形成持久耐磨的薄膜 但又不会有讨厌的紧绷感 最棒的是这款喷雾还能直接喷在彩妆上 并且能发挥定妆的效果 补妆时只需轻轻喷几下便能完成防晒和定妆 尤其适合夏季出油时使用 此款喷洒后并非完全没有粘膜感 但是确实符合商品所主打的粘力感不明显 摸起来有点像是保湿厚 肌肤滑润的感觉 喷射力道虽然没有特别强 但是按压一次的喷雾量却颇高 扩展的效果非常好 而且喷雾本身没有太过明显的气味 用在脸上的舒适度胜过添加香氛的商品 在保有耐摩擦耐水效果的同时 又能以肥皂轻松洗净 再加上价格相当清明 很适合不想额外花钱购买卸妆用品 希望压低开销的读者们 除了耐摩擦性略嫌不足之外 在防晒防水洗卸使用感受等四个项目上均获得颇高的分数 也难怪它在日本的市占率居高不下 喷雾过展的幅度还算不错 而且就算是非常快速的划过手臂 大腿等大面积乳液散布的情形依然非常平均 而且只要确实推开防晒液几乎不会有任何薄膜感 值得一提的配方中完全没有香料 但是有一股类似酒精喷雾的湿润香气 适合平常有使用其他香氛用品 或是不喜欢香味的人 以早安面膜席卷台湾的Saborino再次善用其专业浓缩技术 将玻尿酸、卤液精华、西洋薄荷等多重保湿因子浓缩进防晒成分中 喷雾的质地湿润清凉 且带有一股淡淡的香气 防晒的同时还能赶走暑气 虽然在这款喷雾的防水效果不太理想 而且容易有分布不均的问题 但是喷雾的触及范围可说是17款之中数一数二的宽广 只需按压二、三下就能快速覆盖大面积 非常适合用来补擦防晒 这款喷雾的使用感受褒贬不一 部分评比员认为没有明显的粘力感 但也有不少觉得有明显油脖感的声音 若平时没有涂抹乳液的保养习惯 便可能较难接受 虽然有一股类似化妆水的甜味 但是气味还是比许多添加香料的喷雾低调 而且主要适用于身体肌肤上 或许不太需要担心枪鼻的问题 喷雾喷射的范围不大 但是给液量非常多 甚至有部分的乳液会向下低落 但是油污喷雾散不太过集中 移动喷洒时容易不均匀 必须搭配手涂才能发挥十足效果 滋生糖浆旧有的金钻案再升级 打造了全新的金钻A 不仅与旧款同样具有高效防水效果 更是所有平比的防晒喷雾中 唯一一款能让手臂表面像荷叶一样 完全输水的防晒喷雾 这种高密度的覆盖效果 还可避免沾黏海滩上的沙力 有助维持肌肤的清爽与洁净感 但也因为其致密的且顽强的薄膜结构 涂抹后依然有非常明显的粘力感 鲜少涂抹乳液的话 或许会觉得不适 推荐给重视防晒效果及防水 有计划到海边活动的人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 给我们留言吧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 以了解最新评论